大家好,我是鬆斬牙醫的黃學民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填補助牙的方式 我們把它稱之為陶瓷鉛體 或者是3D齒雕,甚至是人工髮型紙等等 那這跟傳統的助牙填補的樹脂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如果你會發現你以前補過樹脂的地方 常常容易鬆脫,或者是裂開 甚至有時候覺得很奇怪,牙縫怎麼很鬆容易塞食物 或者是太緊,牙線根本過不去 甚至有時候會發現牙縫邊緣,樹脂的邊緣 容易產生一些黑色的染色的情形 那這其實都是我們在臨床上填補樹脂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現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有一個新的材料 新的方式就是陶瓷鉛體 那很簡單,第一個,樹脂填補本身它的硬度來說 比牙齒稍微弱一些些 那陶瓷鉛體比起樹脂來說就比較跟牙齒接近了 所以它比較不會遇到崩落,或者是咬裂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們在填補樹脂的時候呢 因為是在病人的口中,直接去做操作 所以有的時候比較難達到一個 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外型、輪廓,或者說它的高度等等 那陶瓷鉛體它跟樹脂填補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是取一個牙齒的模型 在嘴巴外面直接製作好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間接製作方式去取得一個 理想的外型、輪廓 那再把這個做好的成品黏到你的牙齒上面去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打到一個我們心目中的 比如說一個輪廓的胖的程度啦 甚至一個比較理想的顏色 再來第三個 有人補完樹脂發現 我的牙齒怎麼樹脂邊緣黑黑的 那這個跟樹脂本身容易染色跟吞色有關係 那陶瓷鉛體因為它是整個有陶瓷一體成型做完的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會有這種染色的問題 所以除非你將來再有新的蛀芽產生 不然的話這樣的陶瓷鉛體的填補 其實是可以在你的牙齒上面 待上可能二十年甚至到一輩子以上 都不會出現新的問題 那再來最後一個補充的地方是 它跟傳統假牙製作方式又有點不太一樣 它單純的移除掉你的蛀芽之後 可以盡量的保留你原本健康的齒質 那這樣的話不用像傳統假牙 需要把牙齒摸得很小的一顆 然後你再把傳統牙套做上去 所以它算是介於在傳統的樹脂填補 跟傳統的牙套之間 一個新的過渡時期的產品 但是它又可以兼具兩者的優點 所以這是一個以現階段來說 我們非常建議病人去使用陶瓷鉛體去填補 一個比較大範圍的蛀芽 然後這樣做做出一個比較新的方式 好 iss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